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会谈谈防癌酸菜 袁医生究竟酸菜怎样防癌? 大家相信都认识酸菜 每天都会有机会吃到酸菜 尤其是你去德国热饺 热饺 热饺 其实你去欧洲的地方 欧洲菜 欧洲菜 欧洲餐厅 当是一个配菜也好 酸菜的英文叫做 sour crow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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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 white cabbage sour white cabbage 最近发现 原来对癌症也有帮助 有益处 当然 酸菜 椰菜 对很多健康方面也有很大帮助 其中一个就是胃病 胃酸腰 其实就是椰菜花 有些人胃痛的时候 就炸椰菜汁 现在说的是酸菜 经过发酵的过程 将营养更加加强了 比原来的椰菜 营养价值更加高 对癌的发现是怎样开始呢? 原来在2005年 有一组波兰的研究人员 和美国的研究人员 他观察到一个原状 就是波兰的女性 去了美国之后 他的乳癌率是高升了很多的 原来在他们经验 他看到这些波兰的女性 移民去了芝加哥 和底达律的地方 原本在波兰居住的女性 移民去美国的波兰的女性 他的乳癌是高了 高了三倍 那他看看为什么呢? 他的结论就是 原来是有没有吃足够的 乳酸发酵过的酸菜 是一个可能的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原来他说 在波兰居住的女性 平均一年吃的生的酸菜 是30磅 而在美国 他们大概吃的分量 大概是10磅 减少了三分一 而很有趣 发现乳癌的比率 就是多了三倍 吃少了三分一 只吃三分一 就多了三倍 所以在里面 到底里面有什么成分 可以导致有颜防癌症的效果呢? 我发现原来酸菜 含有一个很高成分的物质 叫做Glucosinolate Glucosinolate 是叫做戒指油甘 Glucosinolate 戒指油甘 这个化合物 原来是在实现的研究发现 它是有抗癌的活动的 好了 那么这个研究 是看到 在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椰菜 花里面 椰菜里面的 这个戒指油甘 是会影响我们癌症的第一期的活动 第一期的癌的产生 就是说 是减低我们的核酸蛋白的破坏 和细胞的疑变 这个第一期的癌症 它减低它的 在第二期那里 是可以阻止 抑制细胞的死亡的病毒 就是说 它是可以刺激到 就是那个细胞 就是不受规律的细胞的生长 就是在两方面 都是有一些所谓处理癌的功能 好了 其中一些研究人员 在米兹金国立大学的其中 还有在波兰的Warsall 首都国立食物营养的机构 发现 如果一些女人 如果她每一个星期 起码吃三份 这些这样的生的 或者没有经过量煮过的椰菜 或者酸菜 它患乳癌的机会 是大大减低 比较一些每一天 只吃一次的 即是一份的 即是吃三份的 是大大减低乳癌的危机 好了 另外一个研究 在2012年 是一份癌症营养 Utrition Cancer 那个罕物里面 亦都发现 如果进食椰菜 Cabbage 和酸菜 是大大减低乳癌的风险 那我们知道 乳癌是同一个 有一个荷尔蒙 就是质激素 Extrogen 知道是乳癌的风险 其中一个因素 而他们的新陳代謝 P450 的新陳代謝 是会影响 癌的活动 即是痴激素 和P450 酵素 的新陳代謝 好了 这个研究的目的 去调查 到底 它的椰菜 和酸菜汁 影响 我们 那个痴激素 的酵 痴激素的新陳代謝 其中的酵素 成分 在实验室的细胞里面 这个2012年的研究 是发现 他们就是 支持我们过去的资料 发现就是 白色的椰菜的食产品 是有预防的 那个化学上 预防癌的活药 这个研究 在2012年 那里 当然 我们不能根据 这几个研究 就说 它的酸菜 是治癌的工具 就是不能去到这样 但是 他也很肯定知道 吃多些酸菜 是肯定有 不同的健康的益处 其中一个益处 就是预防癌症 OK 那 也可以这么说 如果真的有癌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 都可以在酸菜那里 是大量吃多些的 在我们的诊所 医癌里面 其中我们用了一个 就是一个益菌 其中一个益菌 我叫做Russian Choice 就是用Chennovo 那个核意外事件 当时 苏联政府 就研究了一些 多方面的天然工具 在三百多种研究里面 发现了一种益菌 有几种益菌 原来对处理的益癌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 这个相似的工具 一直都有存在 OK 好了 我知道 这个酸菜 其实 已经在传统上 一直都有 但不是所有酸菜 都有健康的益效 它需要生的 就是要生的 天然的发酵 就会含有很多的乳酸 还有很多乳的益菌的微生物 这些就是发酵的工具 有很多是罐头装的酸菜 或者经过高温巴斯特消毒的酸菜 或者煮熟的酸菜 就没有这种医疗的能力 主要原因就是 里面那些益菌 微生物 就因为高温的暴露之下 大部分已经杀到七七八八 所以任何的主熟和高温消毒 都会破坏了防癌的成分 但天然的发酵的椰菜 通常是怎么做呢 就是先把椰菜切丝 然后加些盐 盐的作用就是 保持椰菜在几天的时间 希望帮助抑郁酸菌 有时间去成长 这些抑郁菌 对我们身体的消化能力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也将椰菜 转成一些营养极高的食品 所以我们要借助 就是天然的抑郁菌 大家知道 酸菜酸菜 有些人会觉得 酸是否因为加了很多醋 其实不是的 天然发酵的酸菜 是不会含有醋的 酸味在哪里来的呢 就是我们发酵的过程里面出现的 我知道了 椰菜里面有糖分的 这些糖分就会变成乳酸 Lactic acid 这些乳酸 就令到酸菜这种酸味 我也知道乳酸 还有一个作用 是可以防止这些蔬菜 是腐烂的 即是我们用酸来作为一个防腐剂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这些酸菜 是可以不需要在冰箱里面 可以保持成几年 当然是一个阴凉的地方 不要在太阳里面晒着 阴凉的地方可以放成几年 通常我们会看到 以前的人在地库 或者在洞穴里面 甚至乎有些人埋藏在地底 即是埋藏在一段长的时间这样用的 好了 在早年我们那些人已经 即是在未有我们的所谓冰箱之前 那些人已经认识了很多方法 是怎样呢 是保持那个植物 那就是 就是不需要只靠 即是当时没有罐头 没有冰箱 那主要都是用一个 乳酸菌的发酵 因为乳酸是一个天然的 那个保持剂来的 也都是会抑制 是腐烂的细菌出现的 那 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 这个厕所里面的蛋白 那个淀粉质 还有糖 会慢慢地 会转造 就是很多些 经过这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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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处理之下 就成为乳酸的 那这些呢 其实呢 这些乳酸菌呢 其实不只是牛奶里面有的 其实在任何的 天然的 植物里面 是根部啊 或者叶部呢 其实都大量有这些的 那就算有时在地底里面 在泥土里面都有的 那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呢 以前那些人呢 吃东西呢 就是不要现在这样 这么讲求卫生的 什么吃呢 都要消毒啊 拿酒精消毒啊 洗得干干净净啊 那样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天然的 的 环境啊 里面呢 其实呢 是本身有隐藏 很多这些好的益菌 嗯 就像泥土那些也是的 那你砸了之后 那这样吹了些沙 那样就真的好吃 是 因为呢 其实里面有很多好的益菌 那我们的 个度卫生呢 其实动不动 拿酒精消毒 其实非常非常之不好的 是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需要的 好了 那我知道呢 在二十世纪之前呢 那地球上的人呢 大部分呢 都懂得呢 是不同的方法的 发酵的食物呢 是帮助我们 啊 啊 消化呢 和保持食物 一定长的时间的 那他很多时候 已经 已经知道那个 那个好处了 那好像以前那样 在航海里面呢 很多的水兽呢 就会携带很多的酸菜 是帮助避免这些 所谓的 坏血病啦 那大家知道坏血病呢 是因为维他命C不足 是会死亡的 那我们知道维他命C呢 那我们知道维他命C呢 帮助我们身体 组合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 胶原啦 那 也都呢 就是会 那我们癌赢 那我们可以 业癌症 就是和我们疾病 那种症状呢 那我们皮肤 得出现了一些 一粒一粒 然后呢 就是牙肉呢 就是肿胀啦 牙肉出血啦 是죠 那黏膜她出血啦 慢慢地呢 那些 那些身体的皮肤啊 手啊 啊 脚、大腿都出现了之后 慢慢的人觉得整个人青白了 然后的人情绪低落了 慢慢走不了路 那你知道呢 其实呢 严重的所谓败血症 我们会出现很多的伤口 是腐烂、牙齿剥落、黄胆病 发烧、神经痛 最后会死亡 那我知道呢 其实酸菜在过去 就是救了很多的水手 在行外那方面的 好了 那这个就是说乳癌、防癌 那其实原来酸菜有其他的作用 其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暗瘡的问题 哦 为什么呢 那其实呢 暗瘡很多时候 都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的 OK 所以发现有一种自暗瘡的方法 很多年轻人 其实呢 可以用大量的酸菜汁 那用这个酸菜呢 就清洗那个 当是清洗那个 那个 那个腸胃呢 是一个非常之有效的方法来的 那简单些呢 就每天呢 吃四分之一 或者半杯的新鲜的 没有经销消毒的 传统制造的酸菜 每天都吃一点就可以了 那再有另外一种叫 Sweetish Bitter 有一种草药来的 有七种的成分 我们公司过去都有这个工具的 那在暖水吞服的时候呢 那这个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处理我们那个腸胃啊 静化我们的皮肤呢 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的 那 那 那是椰菜汁呢 在过去 在我们那个 Irish 那就是那个 那那个 那个 那个地方 那些 那些民俗的医疗里面呢 经常呢 就用来呢 是淨化美白的 那个皮肤的 那 那另外一个就是问题呢 就是消化啦 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的胃酸过多 胃酸反流 让那个火烧心啊 好痛啊 那有时候呢 长期呢 就会消化那个喉咙 原来用酸菜汁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酸菜和椰菜汁是帮助我们制作我们身体的胃酸 我们身体知道胃酸不够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很多肠胃的问题 如果每天能喝几汤匙或几池匙 这些椰菜汁或者吃一些发酵的酸菜 可以大大改善我们的消化系统 中国人和香港人感觉上 其实我们都没有那么多机会吃到的 就算有些热狗的地方 通常都不会有酸菜给你的 当然你去西式的酒店和热狗 他们会有酸菜 通常如果你去超市去买 你都要小心看一看 通常好那些是玻璃军装的 就封了口的 你要看一下它有没有经过高温处理过 始终高温处理过 它的有效成分就会大大力破坏 好了 我们说我们的酸菜在香港的 看到的机会不是那么大 有时候就会去最近香港 韩国、韩食、韩国的烧烤食物 已经很流行 我们吃韩国的食物 记住最好有烧烤 当然也不要多吃 我们用蔬菜包 香港人都没有这样习惯 其实它通常有些好些的 韩国烧烤的地方 它有一盘盘的新鲜的 蔬菜叶 应该来用它包 也有很多椰子可以吃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好了 如果我们在超市 看到买得到这些酸菜 你看看那个是否烧烤的 没有经过高温处理过 还有有时候 你会看到有些泡泡的 泡泡的走出来 其实是不用怕的 就是证明它 还有很多活的 好的细菌在这里 好了 我们吃到这些酸菜的时候 通常你打开来 你会看到那个味很香的 就是好的 就算擠到六个月左右 都是非常好香味的 但是要小心 拿到酸菜的时候 就用一些干净些的器皿 用筷子也好 干干净净 不要把那些 骚髒的裙子 就放在酸菜的洞里面 好的酸菜 吃起来是很爽脆的 感觉上很干净 很爽脆的 也不应该吃到口感 好像糊糊散散 还有有臭味的感觉 应该是很香口 很爽脆的 这个是一个 新鲜的 好质素的酸菜 嗯 多谢完医生今天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完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完医生网上会诊 可以打回刚才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 到预约 如果想重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wadio.com 多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旅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